Bang Break Channel的朋友又見面了 認識我的朋友也知道我比較喜歡吃雞 今次我就介紹一個 是外國朋友教我煮的雞 這個雞就叫做香草釀雞 香草釀雞最主要的雞當然是香草 今次我選用的就是Rosemary 接著不少的我最喜歡的就是蒜頭 這兩樣東西是今次來說很重要的 當然不少就當然是雞 雞件你可以去買一些雞上腿 雞上腿也很好 但是我今次就喜歡用這個雞全腿 其他的醬汁方面我可以用了的 洋蔥、車尼茄、蘑菇 還有一個乾燥頭 這些是稍後醬汁會打底 這個菜式的精髓就是一些香草 我們首先就拿一些香草 拿一些葉出來 這些最好就是買新鮮的 新鮮會比較好一點 這兩樣是Rosemary 接著我要加這個蒜頭 蒜頭可以多一點 我們這個差不多成一個蒜頭 切碎它 切粒就可以了 我現在先切片 有些人說不喜歡吃蒜頭 或者不是太喜歡的話 可以加少一點 但是一定要加的 我們拌一些Rosemary一起 一起切碎它 這個步驟很重要的 我們盡量將一些香草 和蒜頭切碎它 融會在一起 經過一輪狂切之後 我們就剁到差不多是這麼小顆了 你可以再剁細一點也可以 視乎你想吃的口感 比較硬一點 或者大粒一點 或者小粒一點 在剁的同時 我們都要加一點鹽 讓它入味 其實現在就可以處理我們的雞 其實表面上 你可以塗一點點鹽 讓它表面上的皮 有一點點味 雞我們盡量保持它的皮 千萬不要破壞它 因為我們的皮很重要 因為我們要把我們預備好的香草 釀進去皮裡 如果是雞上腿雞扒的話 那就不用斬了 如果你是雞腿的話 你把它切開兩塊 在軟骨那裡 盡量這樣切 很簡單 斬開雞就知道了 剛剛的中間湯 中間的軟骨也是 都不用用力的 其實一湯就是了 OK 我們這些香草都準備好之後 就準備釀進去雞裡 記住 雞皮千萬不要弄爛它 我們首先 輕輕地扯起雞皮 用匙間這樣 因為我們要把那些香草 放在雞皮的下面 等一下煎的時候 那些雞皮的雞油 又融入了香草 但又不要扯爛它的雞皮 記住 就是這樣 盡量不用厚的 我們盡量平均一點 盡量塞進一點 就是這樣 包住它 皮下面有香草 我們這塊也是 這塊的上腿 也要小心一點 因為上腿的皮 都很容易 變成一塊 這樣穿開 我們盡量保持它 差不多了 一個蒜頭 和一個蒜頭的份量 整個 差不多是四件 這個份量 釀進去之後 我們放它 十分鐘左右 讓它入少許味 我們就可以去煎 以及我們可以準備 我們的醬汁的材料 好了 醃10至20分鐘 下油下鑊 我們首先就熱了油 初頭就大火 煎香了面 反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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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動得太厲害 因為裡面有些材料 在裡面 不要讓它 漏出來 初頭就不要太大火 我們慢慢煎香它 因為這個雞腿都比較厚 所以我們要慢慢煎 如果它太大火 很容易就焦了 好了 現在慢慢煎的同時 我們就開始準備 我們待會佔底 那個醬汁的材料 慢火 記住慢火 因為太大火 表面焦了 裡面的雞腿的口 是不會熟的 所以記住慢火 慢慢給點時間 因為我們都要有些時間 預備了我們的醬汁材料 首先我們切一些 車尼茄 因為我們這次用這個 我主要是用這個 紅汁 所以買車尼茄就最好了 好了 切完 切完番茄 接著我們切蘑菇 蘑菇 蘑菇可以不用切得那麼薄 有些口感 切起來好像很多 但其實一煮起來 就會縮起來 其實就剛剛好 所以你不要怕多 因為這個醬汁的底部都很重要 可以送很多番茄 接著我們切一些 紅蔥頭 紅蔥頭的味道 比洋蔥更加厲害 都是一樣 不用太細 好 到最後就切洋蔥 切完這個蒜頭就差不多了 好 所有我們的醬汁的材料都準備好了 記得看看我們的雞 好 大家看看 現在我已經煎了十多分鐘 表面的皮 就開始有少少硬的感覺 不要緊的 因為待會兒我們的醬汁 是有很多醬汁 所以我們會融在一起 所以煎得比較香 是不要緊的 最重要的就是看看裡面的熟 因為這個雞腿 也比較厚 如果你用雞扒的話 雞扒它平均一點 我想就不一樣 現在用雞腿 你真的要用心 慢慢把它翻 現在煎了十多十分鐘 它也應該有五、六成熟 大家看到了 還未全熟 我們把它起碟 好了 隔開了一些多餘的蒜蓉 我們可以煎我們的醬汁 先把蕃茄放進去 先煎蕃茄 因為蕃茄在這些配料之中 比較硬 我們要先放蕃茄 我們可以輕輕壓一下 待會兒煮軟了的話 以此同時可以放些洋蔥 洋蔥是比較硬的 可以煮久一點 也不要緊 接著紅蔥頭 因為菇很快就會軟 而且會縮 所以可以慢一點 我們炒到洋蔥軟了 就好了 好,接著加蘑菇 這個時候我們要加點水 因為要醬汁 所以要加點水 接著可以加些茄汁 然後加黑椒 黑椒多一點也不要緊 這個時候加少許鹽 加些糖 好,現在煮到裡面的貝菜 都開始軟了,軟了 我們可以放些雞水 我們放在中間 讓雞吸收茄汁的味道 接著我們要加少許牛油 放在中間 把雞吸收茄菜的味道 然後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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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分鐘左右 應該可以了